现在的油价套路,想必大家也知道,降一降,涨三涨,隔三差五蹦出来一个油价上涨的新闻,然后就是大家一阵热烈的讨论,一顿喷,不过这个油价涨来涨去,我们却发现就有这么一些加油站并没有涨多少,反而有的还降了,甚至有的还天天做活动,什么充值送油,每周246只降8毛等等的促销活动, 最后算下来这些加油站的油能比中石油中石化每升便宜两块钱,两块钱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每家三升油省下来的钱,就有够多加一升的,这就是那些私营加油站 为什么私营加油站的油那么便宜?这种便宜的汽油到底能不能加呢?主要是三个原因,一个是汽油来源,一个是运输成本,还有一个是经营模式 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私营加油站的地油主要来源两个地方,一个是从中石油和中石化进货,一个是从国内一些小型的地方炼油厂拿油 中石油中石化是国油企业,有品牌和信誉保障,所以定价比较高,而地方炼油厂虽然也都是合格正规的渠道,但没有人家中石油中石化的品牌影响力呀 你要想跟他们竞争,从私营加油站的拿到订单,只能通过价格杠杆,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所以,同样标号的汽油,地方炼油厂每段的价格,就比中石油和中石化,要便宜500至700块钱 私营加油站拿到低成本的油,那自然在出售时,定价的空间就更大了 除此外,运输成本环节,私营加油站也能节省更多的费用 地方炼油厂的私营加油站的运输几百都是点到点,加油站销订单,那炼厂就直接给运输过来了 这过程中的时间成本,运输成本都是极其低的,但中石油中石化的规模太淡了 不可能像私营加油站一样说送就送,他们需要统一调配,先把油统一运输的到基地油库 然后再分发配送到下面的各个加油站点,这样来回忆折腾,费用自然就高了 那这个费用谁来买单,最后,还是反映到价格上,咱们车主朋友们买单 最后,还有私营加油站的经营模式,国有的中石油中石化的成品油市场占有率能达到90% 私营加油站几乎就是在家部中生存,从来嘴里抢肉吃,为了生存就要不停的搞出销活动 让更多的车主朋友们成为他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看私营加油站的营销活动花样百出 比如,加油买200送洗衣粉,送玻璃水,冲500送1000,加油百仙等等 几乎都是主打的低价,优惠,省钱的套路 另外,私营加油站还可以根据市场油价,来调整与做策略 比如,在市场上油价比较低的时候,就大量的囤货 等待油价上涨的血迹再卖出,把水油当作投资,低卖高出 所以,综合种种因素吧,私营加油站可以在价格上有更多的优势 但朋友们可能有疑问了,私营加油站从电链厂拿的既有可靠吗? 会不会品质上有问题?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其实,只要是正规的私营加油站,它们的油品来源是受国家监督的 地方领油厂的油品,也是受国家严格监督审核的 其实,有时候中石油中石化,那也会从地链厂进油 所以这个渠道基本是可以放心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私营加油站的进油渠道都是正规的 也确实,有一些小型的私人加油站的油品来源不明 有的是从私人作坊锅点拿来的油 这种加油站的运营实力一般也比较差 从加油站的装修就能看出来 那种瀑布烂烂,多少年都没装修过 荒草丛生,就那么几台加油机的加油站 见到这种,我们就果断的路过吧 咱们到加油站加油,一般来也有相应的标号 如果你的车加92号油,能不能加95号呢? 不同的标号能不能混合加? 而且这个95号汽油,数字吧 是不是就意味着比数字,更小的92号油品质量更好,更耐烧呢? 还有,如果咱们汽油车,不小心加上了残油 会发生什么呢? 几篇文章说不完,我还给你准备了这么几篇文章 你可以在咱们的勤风车铺中回复,加油,两个字 再给你看几篇这样有趣的文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